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 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的敬拜 在现场的,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神的平安,神的大能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着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而我们需要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 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是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经历你话语的真实性 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 谢谢你,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亲自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如果你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大家猜一猜吧 28岁啊,谢谢你了 18岁就太离谱了 28岁还可以接受 好,如果你的年龄跟我是一样的 我相信我们小时候其中一个看的漫画 或者其中一个看的卡通片 叫做小叮当 有看过小叮当吗? 小叮当有很多的法宝 很多的工具 在这么多的法宝 这么多的工具里面呢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有谁每一天早上是差一点迟到上课 或者是迟到上班的 我想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水溢门,对吗? 任意门啊?不叫水溢门啊? OK,看来我还是年轻的 OK,任意门 水溢门吧,任意门 OK,就是一开一下 就可以到你想到的地方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工具呢? 看来我对小叮当不是很熟悉啊 哦,有人在做动作了 那个放在头上面的 叫什么? 竹蜻蜓啊 放了之后就可以飞啊飞啊 我看如果你驾车的话 遇到塞车 你最希望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车顶上,对吗? 就可以飞起来了 所以呢,我们都在这种 童年的情况下长大 我不知道年轻的小朋友们 你们有看过小叮当吗? 应该有吧? 还是比较少了 我想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看的卡通片 其实是换得更快 不像我们从小到大 看什么? 小叮当 Ultra Man Superman 老父子是漫画 卡通好像后来才有了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 看来我开始越来越出卖我的年龄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卡通片 然后小叮当所反映的呢 那就是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们渴望的一些工具 能够方便我们 能够使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眼前所遇到的问题 或者能够使我们可以更快速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小叮当很常帮助谁? 大选 所以你们这里每一次看到小叮当的漫画的时候 你们最希望成为谁? 小叮当? 大选? 你知道小叮当这个漫画到现在还没有结局 因为他的作者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的结局是open end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写结局 然后你知道我们当中 有了一些人有了这个天分 可以把小叮当的结局给写出来 所以这是小叮当的一个漫画 或者是一个卡通片 在这么多的工具里面呢 其中一个呢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希望能够有这个工具 虽然大家没有提到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石关机 对吗? 小叮当其中一个的工具是石关机 如果大选做错什么事 或者做错什么样的决定 或者是要回到过去改变那件事情的发展 小叮当就会拿出石关机来 对吗? 回到过去或者去到将来 这就是所谓的石关机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石关机出现在你眼前 而且是绝对安全的 可以送到你想去的时间点 你最想去的是什么时间点呢? 小朋友可能说 我要去20年后 看看我的另外一半是谁 大人呢? 不可能是要去到100年后 看看你的粉墓是长怎么样的吧? 大人是想怎么样的呢? OK 我们如果有石关机的话呢 小孩子可能很同景未来 很想看到将来他是怎么样的 将来他是有什么成就的 然后大人呢? 可能我们最想做什么呢? 回到过去 对吗? 如果你有一个石关机的话呢 你最想回到过去的什么时间点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感到非常的后悔的 你真的希望可以重新来过的 你真希望可以回到那一个时间点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或者阻止当时后的你去做错误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到一个时间点 改变你过去的选择 打个比方可能你现在已经40多岁了 可能你有一个石关机 你会不会想回到你当初读完书的时候 去做一个决定 可能继续深造吗? 或者损别的科学呢? 去改变你的人生呢?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呢? 我们人很容易活在后悔当中 我们人很容易活在懊悔当中 特别有一些事情 在你夜深冷静的时候呢 你想起来的时候都会感到伤心 或者有时候你在梦中会做一些梦 打个比方 可能你一直在做梦 你在中学的时候读书的情景 可能你后悔 当时候中学没有好好读书 没有珍惜那个时间 所以你很常会做这样的梦 虽然我很常帮大家解梦 但是我曾经也告诉大家 不是每一个梦 都是直接的 是异梦 有一些梦 其实在反映出你内心深处 你的渴望 你的挣扎 你的情况 当然这些梦 也有可能是来自圣灵 因为圣灵要向你揭露 你内心里面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些梦呢 就可以反映出你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事情 你感到非常后悔的 打个比方 我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以前有 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STPM的时候 我一个科目考失手去 本来我那个科目是最好的 平常我是掌握最好的 偏偏那一次考失手 然后就是偏偏因为那个科目 考了失手之后呢 就变成我与我的理想 就这样 擦肩而过 就这样擦肩而过 两分之差 就擦肩而过了 那是80分来计算 我是两分之差 如果100分来计算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应该是一分之差 就这样子一分之差 或者两分之差 我就与我的理想 擦肩而过 然后呢 有好一段时间呢 我就很长 我说的很长 不是每天都做那些梦 是曾经做过好多次 这样的梦 就是我去读我想读的科习 或者回到我中学的时刻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懊悔在当中 一个后悔在当中 因为两分之差 就让我有这种 所谓的遗憾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晚上会去做这样的梦 但是现在没有了 已经好几年没有了 因为我真的相信 这一切都是神的代理 两分之差 但我的人生不再一样 不是照着我想要的人生 不是照着我的理想而发展 但是当我走到今天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到 原来神的代理才是最适合我的 神的代理才是最适合我的 所以你真的要相信神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情况 梦会反映出你内心的状况 最近我又做了一个梦 而且这个梦做过很多次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很常伴大家解梦 可是我很少跟大家分享我做的梦 最近我做了一个梦 但是这个梦不是最近才做的 我曾经做过很多次 而且十多年来又很常做梦 很常的意思是 重复了可能一年两三次 不许说每天 不过这十多年来呢 我就会做了这个梦 做了好多次 但是它的细节不是一模一样的 但那个故事的情节是一样的 细节呢可能有不同的场地 或者我身旁有不同的人 但那个故事的情节是一样的 而这个梦呢 反映出我内心深处的状况 你们想不想知道 你们牧师的秘密 讲了就不是秘密了 我后来才知道 我最近才想到 突然间想过 为什么我好几次做了这个梦 然后神就感动我要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吗 我之前讲的第一个梦 就是为着过去 擦肩而过的理想感到后悔 所以做梦回到中学 或者回到大学 选择我想读的科系 不过这已经好多年 都没有做这样的梦 因为我已经是真的相信 神的带领才是最好的 那个两分之差 我也相信一切都是神的 掌控之下所发生的 为了带领我走一条 更适合我的道路 所以那个梦没有了 没有再做了 但是这个梦呢 却从十多年前 一直做到现在 一年可能会做两三次 这个梦是什么呢 这个梦就是 我在梦中 好几次的梦中 我来不及 上台讲道 我不懂我在梦里面呢 我就在教堂附近了 然后呢 梦里面呢 我就是住在牧师屋 如果你是在那些 比较传统的教会啊 教堂你知道有牧师屋 然后牧师屋呢 离崇拜的地方 离聚会所是非常近的 大概走路只要三分钟 五分钟 最多也就是十分钟 是非常近的 可是每一次我在这个梦中呢 很近 崇拜要开始了 可是我好像不能准备 我好像找不到我的牧师衣啊 或者找到了 我来不及穿上牧师衣 然后敬拜赞美已经开始了 我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 来不及换了 甚至要走去场地都走不动 然后结果 前面几次做这样的梦 就吓醒了 然后就 感谢赞美神 我记得我有一次下醒的时候 是不是来不及崇拜了 今天是星期六 感谢赞美神 然后下几次做梦呢 我告诉大家 现在每次我做这样的梦 在梦中很紧张 突然间会有一个念头散过 哎呀 又是做梦了 起来起来起来 OK 又起来了 所以这个梦告诉我什么呢 为什么神要我分享这个梦呢 神要我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你不要看你的牧师 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台上讲道 我跟几十个人讲道 也跟整千人讲过道 然后我们现在讲道呢 又会把它放在网站 让更多人的去看 你不要看你的牧师 讲道讲了十多年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的牧师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紧张的 每次讲道前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跟紧张的 所以当你服侍神的时候 你有压力跟紧张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但是如果这个压力跟紧张 让你更加依靠神的话 这是一件好事 虽然我们知道压力跟紧张 不是来自神 很有可能是来自恶者 甚至让你害怕 但是如果这些压力紧张害怕 把你吹逼到更加依靠神的话呢 我跟你讲 恶者真的是无可奈何 我明明要吓你 害你不敢再服侍 想不到你更加依靠神去服侍 所以我常提醒大家 如果神呼召你去服侍祂的话呢 你心中有恐惧害怕 这个恐惧害怕 绝对不是来自神的 这个恐惧害怕是来自恶者的 这个恐惧害怕是来自 律法思维 律法主义的 让你不敢去服侍神 但是呢 如果这个恐惧害怕 你知道这个恐惧害怕 不是来自神的 相反这个恐惧害怕 让你更加的依靠神呢 我告诉你 你会看到神的能力 怎么在你身上 大大的张行 所以在场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些 已经接受讲道学训练的了 如果神感动你上台讲道的话 不用怕 为什么呢 你告诉自己 你的牧师还会怕 你还怕什么呢 勇敢的上台吧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会有这种恐惧害怕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 这不是来自神的 这绝对不是来自神的 这绝对是来自 恶者的 或者我们的一些 错误的思维 消极的思维 律法的思维 但是肯定的是呢 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呢 正确的反应是呢 每一次有恐惧害怕的时候 就来到神的面前 深呼吸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所以上台讲道的 也不再是我 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懂吗 你就能够勇敢的跨过了 好 我的任务完成了 不是讲道的任务完成 你们不要上看 哇 现在才几点就可以犯学了 不是 我的任务完成了 就是告诉大家 我最近做的梦 神感动我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呢 有一些梦呢 就反映出你内心的后悔 你内心的懊悔 你内心的遗憾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有一个石关机的话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有石关机的话 你最想回到你生命中的 哪一个时间点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为你感谢神 因为你已经接纳你的过去 你也相信神的代理 是最美好的 如果有的话呢 我要告诉你一件坏消息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石关机 你的牧师等一下 也不能带你去做石关机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 不管你有多么的懊悔 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 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或许你为你生命中 曾经发生过的 某一样事情 感到非常的后悔 非常的遗憾 或者为着你过去 曾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或者曾经做的错误的决定 感到非常的懊悔 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后悔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 很坏的消息 这个坏消息就是 你不能重新回到过去 你的人生不能重来 你的人生不能重新开始 不能重来一遍 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一件好消息 听了坏消息 要告诉你一件 非常好的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你可以重新开始 你听了觉得 牧师你到底讲什么 刚才你讲 我们不能重新开始 你现在跟我讲 可以重新开始 到底能还是不能 这是我们华文美妙的地方 你知道吗 那两个从是不同的字 重新开始 那这个从呢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另外一个读音是重 从的意思是什么呢 重新来过一遍 对吗 从的意思是什么呢 重复一遍 我们不能重新来过一遍 你过去的人生 你不能重新来过一遍 它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可以重新开始 什么叫做重新开始呢 这个从是两个人 重新开始 就是你从现在 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人生 新的未来 你可以改变你人生的轨道 朝向一个更美好 满有神荣耀命定的未来 怎么样才会做得到呢 这个问题就让耶稣来回答你吧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 到第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一开始我们看到什么呢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哥底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尼哥底姆 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他是犹太人的官 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这个人做什么呢 他在晚上夜深人静 没有别人的时候 偷偷地来找耶稣 叫耶稣拉比 拉比的意思是老师 偷偷地来找耶稣 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这个法利塞人 这个尼哥底姆要在晚上的时候 偷偷摸摸地来找耶稣呢 好像鬼鬼祟祟这样子来找耶稣呢 这是因为那时候法利塞人是抵挡耶稣的 在圣经里面记载 法利塞人是不接受耶稣的 所以因同财的压力 就是伙伴们的压力 同财的压力 就是其他法利塞人的压力 所以这位尼哥底姆呢 他虽然很想认识耶稣 但是他却不敢在公然的取况之下 不敢在众人的面前去找耶稣 所以尼哥底姆其实有一个 我们可以学习的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不会人云亦云 他不会因为其他的法利塞人 说耶稣是怎么样 或者不会因为其他的法利塞人 怎么样批评耶稣 论断耶稣 他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子 就立刻下一个结论 而是他要亲自的来认识 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 现在你在网站 你在Facebook 我要告诉你 因为是大数据的时代 很多的新闻你看到的 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媒体 这些社交的媒体 还有主流的媒体 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谓的大数据的时代 就是你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受到控制的 不相信的话 你试试看 你在你的电脑那边 你在你的浏览器那边 去搜寻一些商品 可能你想要买电脑 或者你想要买电话 你去搜寻这些商品 我敢保证 从那一刻开始 不管你开Facebook 你开Google 或者开其他的网站 动不动就有广告出来 对吗 而那个广告就是跟电话有关系的 对吗 所以你知道了吗 你做什么事情 网站知道吗 大数据知道吗 他知道 所以他能够控制你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到 就好像Facebook一样 你会发现到 你很常看的那些朋友的post 或者那些新闻呢 然后你的Facebook里面 就很常出现他的post 还有类似的新闻 你很少看的新闻呢 就不会出现 所以这就是同温层的问题 同温层的问题 就是你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以为你接受到很多的资讯 但是你接受到的资讯 都是那一类你喜欢的 你所看到的 所以你就以为你的世界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发现到这个问题 我们以为社交媒体 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的开阔 但是后来却发现到 原来社交媒体 让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小世界出现 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很喜欢看娱乐新闻的 你很喜欢看连续剧的 你Facebook最常出现的是什么 娱乐新闻 对吗 如果你像我一样 喜欢看政治的话 你的Facebook最常出现的是什么 政治 所以如果你看我的Facebook 跟我看我太太的Facebook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朋友是兴趣什么呢 我们的Facebook就会出现什么 所以同样的是Facebook 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我的Facebook朋友当中呢 我会有各式各样的朋友 不管是自政党的 反对党的 什么立场 不一定是除了基督徒 还有其他宗教信仰者等等 因为我要让我的世界 更加的多样化 能够看到不同人的看法 不同人的观点 所以我们处的情况也是一样 所以你不要完全相信 你眼中所看的 也不要完全相信 你每一次所看到的新闻呢 或者所看到的社交媒体的一些资讯 你要多看不同的来源的新闻 你要多看不同的来源的资讯 这样你所接收到的资讯 才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 尼格蒂姆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虽然他朋友 他身旁的同事 法利赛人都在说耶稣的不好 都在排斥耶稣 可是他却用意自己来认识这位耶稣 虽然是在暗中的去找耶稣 因为那个压力很大 但我们感谢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法利赛人 这位法利赛人尼格蒂姆 是在暗中的寻找耶稣 耶稣有说什么吗 耶稣有说 哇呀 你来见我 你觉得很羞愧的事情 我不要跟你讲话 有吗 如果是你的话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如果有人每一次要找你帮忙 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因为他觉得 让别人知道 他来找你是很羞愧的事情 你还想帮他吗 我们当中人的反应是 认在那边 感谢神的 你至少还在认在那边 你不是立刻讲 我不要帮 或者立刻讲 我要帮 因为你在想 我会继续帮他吗 因为他觉得找你 会觉得很羞愧 然后每一次有事情 又找你帮忙 你到底还要帮他吗 没有人敢有反应 因为你一定会讲说 你的心中可能在 正在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争战 就是 哎呀 我是一个基督徒耶 我应该要帮耶 哎呀 那可是呢 每一次帮他 他的态度又好像是 觉得是很羞愧 让人家知道他认识我 那我到底要不要帮他 我好像有那么伟大 一直帮他 所以你的心中 可能就在挣扎 所以感谢神 感谢神一件事情 你跟我都不是耶稣 耶稣就是与众不同 耶稣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尼科迪姆 虽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之下 在暗中 暗访耶稣 暗中去找耶稣 就是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觉得去找耶稣 如果让太多人知道 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他就暗中的去找耶稣 但是感谢神 耶稣却是迎接他 耶稣却是欢迎他 当尼科迪姆讲好他要讲的话 他怎么说呢 尼科迪姆在第二节说什么呢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我们知道 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尼科迪姆他也真的相信 耶稣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叫他拉比 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 老师我们知道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所以一开始呢 尼科迪姆就跟耶稣说 我真的相信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很常看福音书里面 耶稣的对话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表面上看来呢 好像每次耶稣都是 答悲所问 好像感觉上耶稣的回应 跟人家讲的是 就是好像 牛头不对 马嘴 牛头不对 马嘴 就是好像 耶稣的回答 跟人家 问的呢 跟人家说的 好像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这个就是耶稣 很不一样的地方 耶稣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内心的需要 所以就算 他的回答 在表面上看来 仿佛跟尼科迪姆说的 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一回答 他一说出来的那句话 尼科迪姆的反应 我们就知道 耶稣已经说出 尼科迪姆内心的需要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只管来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你可能来到耶稣面前 你说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跟耶稣讲 我的需要 你就算不讲耶稣 也知道你知道吗 所以就乖乖地说出来吧 你不要说 不好意思跟耶稣讲 我的挣扎 你就算不讲耶稣 也知道耶 你乖乖地讲吧 你可能会想说 哎呀 我不好意思跟耶稣 承认我的罪 有多么的邪恶 你不讲耶稣 也知道耶 你乖乖地承认吧 所以放心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知道我们内心的情况 耶稣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 赶赶地来到他的面前 你看到了吗 尼科迪姆在晚上 没有人的时候 偷偷地来找耶稣 耶稣还是接纳他 耶稣还是给他机会 耶稣还是迎接他 耶稣还是欢迎他 耶稣还是跟他讲话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情 让耶稣会对你排斥 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那件事情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 什么叫做无所不知 我告诉你 我们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朋友 他在你面前流露出 他的另外一面 黑暗的一面 你所不知道的 可能你那时候会觉得 哎哟 原来他是这样的 你会那种吓到的感觉 哎 原来他是这样的 我平常看他好好的 原来他有一面 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而那一面是这么阴暗的 你就开始跟他有一些距离 因为你怕他 你担心他有一天 也会这样子对待你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听过一个个案 就是有一个 人平常他都是很温柔的 很温柔的 逆来顺受的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爆发 翻座子 翻椅子 打座子 然后过后呢 他静下来的时候 人家问他这件事 他完全没有印象 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在心理学叫做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就算在心理学上是一个 精神病 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 还是可以得到预知的 因为人格分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不能接纳你自己 你不能接纳你其中一面 所以你一定要来到 耶稣的面前 知道耶稣已经 接纳你整个人 当你知道耶稣已经 接纳你整个人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接纳你 不同的人格 你的人的不同的面 不同的性格 然后这些人格 这些性格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人的问题在这里 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朋友很好 但是你突然间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说的情况不是我有这样的朋友 不是 我所遇到的情况就是 我知道有了一些人 他跟一些人很好 可是两三个月之后就翻脸了 然后又跟一些人很好 再过两三个月就翻脸了 为什么呢 你听他讲 哎呀 我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呢 如果他去问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会说 我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很常只看到别人 有没有看到自己 我们会说 哎呀 我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另外一个也会一样讲嘛 我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情况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 有时候会因为发现到 他的另外一面 我们开始跟他有一些疏离感 我们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我们开始不能接纳他 所以我们就带着这种观念 我再重复 就是我上个星期说的 我们很常带着我们的经历 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所领受的观念和看法 我们很常把这些投射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以为耶稣也是这样 所以变成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也是隐隐隐隐 明明你很伤心的 你到耶稣面前讲 我很喜乐 因为圣经说要常常喜乐 可是你心里面明明很伤心 你去跟耶稣讲 我很喜乐 因为圣经说我要常常喜乐 你们有这样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以为耶稣看不到你的内心吗 你明明都很伤心了嘛 耶稣会说 阿龙 伤心就哭出来吧 不要那么辛苦 我知道你很伤心 我知道你很伤心 所以这就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落了一大圈 终于讲 重要 重要 重要的事情 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的耶稣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你的所有的一切 他都知道 他不会有一天突然间 怎么你是这样的 不会 他都懂 他已经知道你的一切了 甚至你最黑暗 最阴暗的一面 他都知道 甚至你隐藏到最深的一个地方 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最深的一面 耶稣都知道 但是这位耶稣呢 他知道一切 他也是用意为你 上这个十字架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请问还有什么 他是不能接纳的呢 所以来到他的面前 不用隐藏 有什么都告诉他 因为他都知道 他早就知道了 而且当你用一亲口 告诉他的时候 他多么开心耶 有时候我知道 我的孩子的一些事情 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他们感到伤心 或者遇到一些困难 觉得压力 但是我从来不会 强迫孩子告诉我的 但是我懂 我就等孩子亲口告诉我 孩子亲口告诉我 我会非常地开心 我记得有了一次 我看到其中一个孩子 面对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我看得出 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其实祷告到哭 你知道为什么哭吗 因为对一个父亲来说呢 孩子面对压力 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人生当中 都会遇到压力 我哭的地方是 为什么他遇到压力 没有立刻告诉我 没有亲口告诉我 难道我给他的爱 还不够有安全感吗 难道我给他的爱 还没有让他感受到 可以很放心地告诉我 他所遇到的挣扎 困难和压力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哭了起来 主要是这个有名 你可以想象到 天上的父亲 还有你的耶稣基督 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吗 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 他知道你所遇到的困难 他知道你的挣扎 他知道你最黑暗的一面 他都知道 但是他渴慕的是 你亲口告诉他 当你亲口告诉他的时候 他会多么地开心 他会多么地喜乐 因为他看到的是你的诚实 我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当然我们不是耶稣 我说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我明明很伤心 我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讲 我很喜乐 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圣经说我要常常喜乐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相反的另外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 耶稣我很伤心 因为他刚才这样子对我 耶稣我很伤心 因为那个我的女朋友抛弃我 耶稣我很伤心 因为我在工作当中 那个人他把我的生意抢走 我很伤心 你觉得哪一个 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的祷告 才是真诚的 哪一个的祷告才是没有隐藏的 所以你看到了吗 耶稣要我们很坦诚的 来到他的面前 不要有任何隐藏 所以离各地母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并不是 牛头不对马嘴 也不是答非所问 耶稣是直接指出 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他内心深处的问题 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和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从耶稣的回答 就会看出来了 耶稣怎么回答呢 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很清楚地知道 离各地母来找他 就是要问他 怎么样进入神的国 所以耶稣就立刻回答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结果耶稣的回答 让离各地母 更大的疑问了 如果我问你 什么是重生的话 我想你的反应 应该也跟离各地母一样 什么是重生 所以当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离各地母怎么回答呢 离各地母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够重生呢 我们还能够进入 母亲的肚子里面 再次生出来吗 你跟离各地母的回答 有对吗 有 为什么呢 因为重生这个字呢 它在原文 希腊文 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上希腊课了吗 不要让我看到山洞 尼亚石洞 目录山洞 没问题啦 有时候 打哈欠是好事 让我们更有精神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准备来上希腊课了 希腊课重生呢 希腊文是什么呢 Genefe Anothen Genefe Anothen 什么是Genefe呢 Genefe就是畜生 生出来 成为畜生 生出来 所以Genefe是没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 它的意思是畜生 生出来 那Anothen的意思是 再一次 再一次 它的第一个意思是 再一次 所以当耶稣说 Genefe Anothen的时候 Genefe Anothen的时候 尼哥底母的反应 是正确的 因为他抓到 这个字的第一个意思 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 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 再一次生出来 所以尼哥底母就问 耶稣说 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 再一次生出来 怎么可能 你的人生 能够重新来过 能够吗 不能 不能重新来过 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能够重回 我二十岁的时候 又再一次去重新来过 再次做一个新的决定吗 不能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掉了就是掉了 我们有录音版的 我要讲一下 我的头发掉了 就是掉了 掉了之后 我能够把金匠 要再重进去吗 不能了 当然我要祷告 我的头发是茂盛的 我要先告 我的头发是茂盛的 所以我们不能 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再一次生出来 所以尼哥底母就问 这怎么可能 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耶稣解释了 什么是从生的 从水和圣灵生的 我们先回到 从生这个字 Genethe Anothen Genethe Anothen 还有第二个意思 Genethe就是出生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成为出生的意思 可是Anothen 又有第二个意思 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从上面生的 从上面生的 所谓的上面就是 从属灵 从天上生的 所以耶稣讲的意思是 第二个意思 从上面生的 祂不是叫你 重新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 又 是这样吗 我很久没有哭了 我的孩子也都大了 所以很少听到 baby的哭声 是这样吗 又再生一次出来 不是的 耶稣不是叫我们 又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又重新生出一次 不是的 虽然这个日是有这个意思 重新出生过 可是这个并不是耶稣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第二个层面的意思 也就是他所解释的 从水和圣灵生的 从水和圣灵生的 指的就是 从天上生 在属灵层面生出来 从天上生出来 从属灵的层面生出来 在属灵的层面 又再一次生出来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 从生的意思 他不是说 从回妈妈的肚子生出来 他是指 你要从天上生出来 从上面而生的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从水和圣灵生的 你知道耶稣怎么道成漏生吗 耶稣是因为圣灵感应 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成了漏生 后来就生出来 对吗 所以同样的过程 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不是告诉你 你带妈妈的肚子 又再生出来 我是说 从属灵的层面来看 你是要从圣灵生出来 这就是他永远的意思 从圣灵而生 就好像耶稣基督 是因圣灵感应 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出来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也要经历这个过程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 你要从圣灵而生 从圣灵而生出来 但是这个是属灵层面 不是像耶稣一样 道成罗神 只有耶稣是道成罗神 你跟我呢 是要经历这个属灵的层面 从圣灵生出来 从圣灵生出来 而且呢 这边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为什么会有水这个字呢 这个从水和圣灵生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看回原文的话呢 原文这个字是什么呢 从水和圣灵生的 在原文里面 从水和圣灵是 ek udatos kai pneumatos ek udatos kai pneumatos ek是什么呢 ek就是出来 从那里出来 udatos是什么意思呢 udatos 如果你不懂什么意思的话 你没有带水瓶来的 就拿起来喝一口 那就是udatos 水的意思 udatos就是水 它的意思就是水 kai就是河 pneumatos就是灵的意思 所以耶稣这里的意思就是 从水那里出来 从水和圣灵而生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圣灵而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初耶稣基督 因圣灵感应 在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 然后今天呢 我们也是因为圣灵 而生出来 这个我们就在圣灵里面 生出来 然后这边又讲 从水和圣灵生 那水是什么意思呢 从圣灵生我们都懂了 就是一个属灵的层面 你从圣灵生出来 有一个新的生命 那为什么又讲到水呢 这个水到底什么意思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水呢 在解经界有很多的解释 有的人是指洗礼 有的人认为是指洗礼 有的人认为说水是指洁净 有的人认为说水是指神的道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读这段经文 从小就读到大了 我很早就知道这段经文了 我也一直很挣扎 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最近我在准备 这个讲道的时候呢 神就提醒我一件事情 你知道耶稣的回答 是针对尼格迪姆的问题 对吗 尼格迪姆说 怎么可能在母腹中 又再次生出来 对吗 然后耶稣的回答是 不是 不是叫你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 再生出来 而是从水和圣灵而生 就是从水和圣灵那里 生出来的 所以让我就看到一个很美 很清楚的图画 这个图画是什么呢 耶稣是针对尼格迪姆的问题 尼格迪姆说 怎么能够回去母腹中 再次生出来呢 如果你有生过孩子的话 你就知道 我没生过孩子 但是我读护士的 我大概懂 也看过我太太生孩子 如果你生过孩子 你都知道 或者你对生物 有一些理解 你都知道 当一个孩子 一个婴孩 在妈妈的腹中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一个保护层里面 而在那个保护层里面 有水在那个保护层里面 所以那个婴孩 在这个保护层里面 在这个水里面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有什么跳动 他们都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所以这个水是什么呢 叫做养水 然后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 养水会先破 对吗 然后孩子就会生出来 所以从水而生出来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从水而生出来 所以我突然间看到 原来耶稣用这个词呢 是要做一个类比 他的类比是什么呢 正如你的这个身体 怎么生出来 现在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也要生出来 这个身体从水而生 所以这个是因父母之间的结婚 而受孕而生的 然后从水出来 然后现在呢 你是因着圣灵而生的 而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生命 仿佛就当初你从水出来一样 全新的生命 这就是重生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 毛色顿开 原来重生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从圣灵那里而生了 你再生一次 之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 从水而出 现在是在圣灵里面 从水而出 新的生命 全新的生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不能 重新回到过去的人生 再次活过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全新的生命 你可以重新开始 两个人 重新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接着耶稣又说什么呢 耶稣说 第六节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风随着意识吹 听不到 那个风的声音 你有听到风的响声吗 有时候风很大声 你会听到它的响声 对吗 有时候从这里过来 有时候从那里过来 所以耶稣在用第二个类比 来形容重生 第一个类比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类比 从水和圣灵生 这个类比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正如你当初从妈妈的腹中生出来 从水里面生出来 今天因为耶稣 你要从圣灵里面生出来 就仿佛当初你从母亲的腹中 从水里面出来 今天你要在圣灵里面 从水里面出来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说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出生了 接下来耶稣用第二个类比 用风 如果你是读中文跟我一样的 其实我小时候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已经不明白 我不明白到底风跟圣灵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读中文版本圣经的话 你的以后也一样 干嘛突然间圣灵又讲到风 如果你是读英文版本 他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又讲到圣灵 然后又讲到风 但是感谢神 我在神学院里面学习了希腊文 所以当你看希腊文的版本的时候 就是圣经新约本来的语言 就是希腊文 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原来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风跟灵 它的字是一样的 同样一个字你知道吗 叫做neuma 同样一个字叫做neuma 所以呢neuma这个字呢 有两个意思 主要的意思 一个是风 一个是灵 这个灵可以指我们人的灵 也可以指圣灵 所以要看它的上下文 所以在这里出现的灵 圣灵 它的字都是一样的 neuma 只不过圣经翻译者 在翻译的时候 是参考上下文 到底这个灵是指圣灵呢 还是指我们的灵呢 还是指一般的灵 所以呢 这个字 同样的一个字 neuma neuma 那是风 这个意思 你会突然间 哦 原来是这样 如果你是看漫画 或者看卡通的话 就会有一粒灯泡 噗出来 哦 原来是这样 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是尼格迪姆 熟悉旧约圣经 摩西五经的话 你就会想到 当这里讲到风跟圣灵的时候 风吹过去 然后从圣灵生的 就像这个风吹过去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圣经怎么记载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 这个就是你牧师很常讲的 有时候我们会生气 是很正常的 因为有生气的人会生气 只有没有生气的人 不会生气 没有生气的人 就是这个灵魂已经离开他了 他的身体已经死了 这种没有生气的人 所以这里的生气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西波来文写的 在这里的生气 西波来文是nismak nismak的意思是什么呢 除了指呼吸 除了指气 就是那个气 如果这个气是流动的话 流动的空气就叫做风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new mark 风 所以除了是指这个气 指这个呼吸之外 它也指什么呢 它也指灵 所以你看到了吗 外面很多的教导 是在模仿圣经 你知道吗 你看到外面有一些教导 它告诉你气 你要运用你的气 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的话 它的气背后就是灵界的力量 所以你去接受这些教导 你要小心 他们都知道气的背后是什么 灵界的力量 只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不知道 但是看回原文里 就知道在这里 神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里 吹入亚当的鼻孔里 这个生气就是指灵 神把灵吹到他里面 所以当耶稣说 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尼哥底姆 第一个闪过他脑海中的是 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创造人的时候 也是用气 把气吹进人的鼻孔里 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如果你是尼哥底姆 你就明白耶稣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意思 你就是新造的 耶稣重新创造你 懂吗 重生的第一个意思是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第二个意思就是 你是新造的 正如在创世纪 神创造亚当 今天因着耶稣 神用圣灵再一次创造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保罗 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对旧约圣经很熟悉 他后来信耶稣 他写的圣经 其中一封书信叫做 哥林多后书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保罗说什么呢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你 第二件很重要的意思 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要再纠结过去你所犯的错误 不要再纠结你过去所做错的决定 不要再去纠结这一切了 在耶稣基督里 因着圣灵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在耶稣基督里 你可以有新的开始 然后你跟弟姆就问耶稣说 怎能有这事呢 然后耶稣就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 还不明白这事吗 第十一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 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 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些信他的都得容神 所以这里耶稣又在回答 尼哥底姆的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能有这事呢 耶稣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是尼哥底姆 你是法利赛人的话 耶稣一用到这个 旧约的一个真实的记载 旧约的一个经文 旧约的一个事件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那个事件 就是指向耶稣 发生什么事呢 在民书记有一段经文 就记载着 以色列人埋怨神 所以神就拆派火蛇 出来咬他们 然后就叫摩西 制造一个筒蛇 这个筒蛇挂在钢子上 凡是被蛇咬的 只要望着这个筒蛇 他们就会得到医治了 这个筒蛇是指什么呢 这个筒蛇是预表什么呢 这里耶稣就回答了 所以新约解释旧约 旧约指向新约 新约成就旧约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什么呢 耶稣就解释了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 就是铜蛇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旷野里面 在民宿记的记载 当摩西把这个铜蛇 举起来的时候 这个铜蛇指预表的是什么呢 预表的是谁呢 它预表的就是 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被举起来 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被举起来 可能你会想 怎么铜蛇跟耶稣有关系 因为我们一想到蛇就觉得不好 对吗 我们一想到蛇就会想到魔鬼 对吗 怎么铜蛇跟耶稣有关系 我以前也是这种观念 后来深入研究圣经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原来铜在过去的时代 在旧约时代 铜它有一个代表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审判 因为在会幕在圣殿 那个祭坛就是用铜做的 然后在祭坛上面要献上这个祭物 所以铜是代表着审判 所以祭物要献在这个祭坛上 这个祭坛是用铜做的 所以铜就代表审判 那蛇代表什么呢 蛇代表的就是人的罪 人的邪恶 人的罪 人的邪恶 这就是蛇的意思 所以蛇代表的意思就是 人的罪和人的邪恶 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上 人的罪 人的邪恶 人的罪恶 人的一切的邪恶 都在这个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被审判了 就是铜蛇的意思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为你的罪 你的邪恶 祂被审判了 祂没有罪 但祂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你要听清楚 耶稣没有罪 但是祂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祂是全世界最有罪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 过去 现在 将来 所有的罪 都在祂的身上 所以在那一刻 祂是全世界 最有罪的了 但那些都不是祂的罪 跟你身旁的人讲 都是你啦 其实不可以这样讲 包括我们在内 就是你跟我咯 我们的罪咯 都是你跟我的罪 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嘛 不要只指着别人 我们也是一样的 都是你跟我的罪 都是因为你跟我的罪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 都是你跟我的罪 所以呢 耶稣变成全世界最有罪的人 在那一刻 祂被审判 祂被审判 就是你跟我的罪 被审判 这就是同舌的意思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叫一切信祂的人 都得有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有生 所以耶稣回答 尼哥提姆的问题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点 怎样才能够重生呢 就是信耶稣 也就能够重生 而这个重生 新的生命 是远远的生命 远远不灭亡的生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与其一直为着你的过去后悔 与其一直为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而感到遗憾 现在就来相信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使你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祂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祂可以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祂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那你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就不再一样了 那你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就改变轨道 不要继续走向灭亡的轨道 要改变你的轨道 因着耶稣 你的轨道被改变 你人生的轨道被改变了 是朝向荣耀的 朝向丰盛的 朝向神的祝福的 朝向神的恩宠的 而将来是有远远的生命 远远不会灭亡的生命 现在就改变你的轨道吧 虽然你跟我都不能改变 但是耶稣能够改变 你需要的就是相信祂 只要你相信祂 你就重生了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 现在重新开始 你会看到神的祝福 神的大能 怎么样的在你的身上 和你的家庭中 彰显出来 现在就来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祂可以使你的 人生不再一样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来接受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那你的人生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来到祢的面前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要悔改相信祢 接受祢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祢 谢谢你耶稣 在你里面 我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的人生不再一样了 要进入祢的祝福里面 进入祢的丰盛里面 进入祢的荣耀里面 阿们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所以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祢如此的爱我们 甚至赐下祢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 反得有神 今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还有献上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都用意来相信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有神 我们不但将来有远远的生命 在今生 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经历你丰盛的祝福 你丰盛的供应 在你里面 那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要经历你的爱 经历你的恩典 经历你的恩宠 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看到 你的大能怎么样 彰显在我们的人生中 还有我们的家庭中 我们要看到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我们的人生的轨道改变了 不再是走向灭亡 而是走向荣耀 不再是活在贫穷 活在疾病当中 不再是活在缺乏当中 和咒诅之下 我们的人生是活在你的富足 你的同在 你的祝福里面 你的恩宠里面 你的丰盛里面 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了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有一个新的轨道 新的方向 进入你荣耀的命定里面 谢谢你 天父上帝 这是你给我们 何等大的祝福 就在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里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才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体的主 每一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神大能的手保护你们 当中有疾病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神现在就要医治你 医治大能 现在就领到你的身体 你要经历上帝大能的医治 神要亲自的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神要亲自的保护你们 不遭遇任何的患难 不遭遇任何的灾害 不遭遇任何的瘟疫和致命的毒病 神亲自保护你们 大能的手在你们身上 亲自的祝福你们 使你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丰盛里面 不但一无所缺 甚至是凡事都充足有余 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去祝福更多的人 上帝与你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